我和她结婚三年多了 自从有了孩子 她就一直不让我出去工作 我才二十岁头 我才不要天天待在家里了 家里又不指望逃生钱 她老老实实在家里想服务不好吗 可以的把孩子丢给我妈带 她太自私了 谁都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不想一直待在家里浪费青春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这么早就跟了她结婚生孩子 你给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生活你又不想给 这段婚姻该如何继续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列先生28岁来自湖南个体 女嘉宾小罗24岁来自湖南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说结婚三年对不对 是的 男孩女孩啊 女孩 吃完孩子之后工作了吗 目前来说是没有工作 就我觉得 结婚前还挺幸福的 就觉得结婚之后 两个人都过得不顺畅 而且我根本在我的家庭当中 完全就没有说不的权利 我过的生活都是她给我过的生活 而不是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具体说说吧 别这么笼统好吧 我想要的是能够出去工作 现在去参加同学的聚会 同学都会讲我 她说你现在怎么 这个样子啊 以前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自我组建的女孩子 怎么结了婚之后 就是整天一个环点婆娘 而且成了一个冤妇似的 结了婚不都四阵子过的吗 你不希望她出去工作是吧 对 你希望她做全职太太 是这意思吧 希望她在家里带小孩 你会觉得这个生活很舒服你是吧 我不说带孩子不好 至少我可以 就是说星期一到星期五出去工作 毕竟现在小孩子也上药园了 他至少爷爷奶奶也带得了了 我觉得我做模特 我觉得挺好的 你为什么要去 藐视我每次在外面的工作呢 你在家里面挺好的 你干嘛要去做这种在外面抛头露脸的事情 家里面又不缺你这几个钱 你干嘛老是想着 干这些让我不开心的事情 这些重点 你不开心 但是你又没想过我的生活啊 带小孩的时候 你又没问过我辛苦不辛苦啊 你觉得你很开心 可是我呢 我一点都不开心 你也并不辛苦啊 保姆也请啊 是吧 你需要怎么样过 天天非得在外面跑 这也不是个事啊 是吧 家里面毕竟有个小孩子 我觉得小孩妈也带得挺好的啊 我妈带什么好 我妈本的眼睛就不好 我在外面赚钱 无非就是想要一个家 是吧 天天回来有小孩子看啊 天天围在我身边啊 回来有口饭吃啊 这好你的呢 孙黄 这个话的信息量挺大的啊 这个 家里有保姆 有阿姨保姆 真的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保姆跟他合伙 起来忽悠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我出去工作 我出去接了活动 我就跟保姆说 别跟他讲 就是瞒着他一下 等妈妈适应了 我才去告诉他这个事情 所以你把保姆辞退了 对啊 然后他就带孩子 他也没带 现在找父母了呢 那你现在出去工作了吗 我现在是偶尔会出去工作 我也会带着小孩 可是我现在才出去工作 他妈妈 他家里人就急迫地 逼着我去生阿胎 现在我们都还年轻 没必要 生阿胎不现在真是时候吗 是吧 现在真是时候开放 而且你这个年龄也适合 生阿胎 我没有说不生啊 我是说我们两个 可以晚些年啊 而且你妈每次打电话 我都很尊重她的说 只是有一次 但是我加了一次嘴 我就说我现在 不想给你们家生孙子 他妈直接来一句 他说 给我家生孙子的人多了去了 他并没有这个别的意思 他是吧 他有这个人到了这个年纪 退休在家里面 无非就是想 在家里面 但这个家更和谐 他也没别的意思 就像你生个阿胎 这怎么了 就像我生个阿胎 我也没有说一定不生啊 那你妈讲的这句话 就完全就没有 把我当成一个媳妇 再看了 你是反对他出去工作 还是反对他出去做模特工作 我不想他出去工作 就压根不希望他出去工作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结了婚在家里 况且我们家的经济条件 都养活着一家的呢 蛮好的 如果你确实是想出去工作呢 可以在家里做到这种工作 家里做什么工作 他以前做过 就以前他让我在家里 就是觉得我想工作嘛 就搞了一个微商 不是说他不让你工作 是吧 我就是觉得应该以家庭为重 以小孩为重 那工作也就是他给我安排的 他觉得那个工作好啊 就可以边在家里刷刷朋友圈啊 就做做做点生意啊 然后又可以召开小孩 又可以不出去啊 就是想我不出去 你怕他跑了是吧 没有啊 他平时也一样的生活啊 各种关节啊 打麻将啊 干什么 我从来不管他 可是我做的事情 你都要限制我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去干嘛 什么时候出去啊 给你打个招呼 然后你说啊 比如四点钟啊 你就说啊 四点钟啊 你应该回来了吧 我才两点出去的 觉得没自由是吧 完全就是被他限制了 什么时候发现 被这个男人限制了你的自由了 起初还没觉得 因为我本来就结婚得早嘛 二十岁结婚生在带孩子 那时候又回来 也同样就待在家里觉得无所谓 结果小孩子一岁了 断了来 他还没有让我出去工作 就说缓缓缓缓 就有各种理由来参赛我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想能够让他尊重我的事业 他有时候你他做的事情太大男子主义了 我出去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做模特吗 我觉得在外面 我觉得做这个工作很好 他把我的衣服啊鞋子啊 全部都扔掉 我把你扔掉这些东西 是我不喜欢你这个行业 那些这个行业的朋友啊 没有一个知道你是结了婚 没有一个知道你是生了小孩的 我觉得生了结了婚生了小孩 就应该把家庭和小孩摆在第一位 不应该给我带来这种威胁 我就受不了这种生活 在外面隐婚的这种状态 对家庭来讲不是这种威胁吗 隐婚 为什么隐婚 隐婚的事情并没有刻意去隐婚 我把这个事情往前推一步啊 他就坚决不同意你出去工作 你怎么办 我就想出去工作 他就不同意你怎么办 可能我会选择 我觉得过正生活很压抑 是压抑啊 但是人的观念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改变最难的是改变一个观念 对吧 他就是说我就不允许你出去 如果你做我夫人的话 你就得做全职 你接受吗 我就觉得我 你接受吗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而且他现在还 就已经把我的所有的 他还做了一些很威胁 我觉得对于来说 也是威胁我家 我觉得威胁家庭的事情 他做了什么 他把所有的 他把他的钱啊 财产啊 全部转移到公司去了 他就觉得 如果我过不下去了 可以啊 你精神出户啊 你就直接走就可以了 以前本来就没筹过这东西 你再不走一分啊 是吧 你以前抽个穿 抽个吃 抽个用吗 是因为你现在的生活 你已经变质了 是吧 你在家 回到家里面 饭没有饭吃 我现在衣服都送到干系店 三百块钱一个月 衣服都算 小孩子放我妈妈 爸妈让你戴 你觉得真的生活好吗 这已经不像个正常的家庭的生活了 这些我以前都不会做 你怎么不讲呢 你嫁给他之前 你们俩聊过这些事吗 几乎没聊过 我那时候挺小的 就觉得跟他在一起 很开心 很幸福 觉得他博大嘛 会照顾人 跟他在一起 就很挺好的 再问一次 是反对他从事的职业 还是反对他出去工作 反对他从事这个职业 是最重要的 如果他找一份 他自己不那么喜欢 但是他愿意接触社会的工作 这工作又相对轻松一些 又能让他顾及到家 因为很多职业女性 都是在职场和家庭里面穿梭 这个你反对吗 这个没有试过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不会同意 我就觉得不管什么目的 反正你只要把这个家庭 摆在你的第一位就可以了 怎么工作赚钱 这对我来讲 已经是其次了 但是他可能会觉得说 他自我价值的实现 同样重要 怎么办 我就觉得女的 在家里蛮好的 你干嘛 你可以 他现在也有朋友 也可以跟他们 约他们一起出去 他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你就是喜欢圈养我 就觉得我只能待在家里 他不愿意过 或者他不愿意要 怎么办 折中吧 这么个折法 小孩要自己带 小孩可以上幼儿园 我既然小孩自己带 我怎么就出去工作 怎么 他小孩早上出去的时候 你早上出去 他早上上幼儿园 是吧 每天有圆车来接他 下午晚上圆车送回来 你在家里就可以了 那样我还能安心工作吗 你可以不工作 我并不要求你工作 好 如果他不接受 折中方案的话 你会怎么办 怎么办 今天两个人折中 其实最难办的 就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异 人和人的那种理解 怎么办呢 交给老师们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这一男士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对幸福的家庭 是一个什么样子 幸福的家庭 就是 难得以足力来赚钱 每天回到家里面 有个小孩子 有一双饭吃 衣服有人洗 那这位女士 你觉得幸福的家庭 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 就是 老公可以支持我的工作 我也可以照料小孩 就是一起去照顾这个小孩 一起出去工作 这位男士和这位女士 两个人描述 幸福家庭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他的描述 比你更接近 我们常态意识当中 所理解的这种 美满的家庭的一种状况 在您的描述中 是没有这个女性的位置的 家庭的幸福 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是要开心 那这位先生我问你 如果你的太太 天天是这样 愁眉苦脸 向你抱怨 那你觉得你的婚姻幸福吗 不幸福 不幸福 所以其实呢 你所要求的 正是你所让你婚姻 产生矛盾的问题 家庭就是 女人开心 男人才能开心 就是你让他开心了 很多问题其实都解决了 但是如果你让他不开心 所有的问题 都会成为问题 我个人感觉 你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种控制 与反控制的关系 你处处在某些方面 去控制他 当你想控制他的时候 控制到他已经产生 窒息的感觉 那么他一定要反控制你 什么叫反控制你 我想挣脱这个家庭 但是我不想离婚 我就出去工作 其实如果让他开心的话 他完全可以在家 你天天限制他 他就天天想挣脱 所以我说 在一个不开心的 或者一个不对等的 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平台上 你说的任何的正确的观点 在他看来 都要去抵抗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你让他开心起来 你让他开心起来 你的日子就好过了 孩子是谁的 我们两个的 是的 为什么只能他在做 他要当这个全职的妈妈 他要全部的去照顾这个孩子 你在外的挣钱 为什么 有没有沟通好 有没有达成一致 孩子是谁的 我们两个的 为什么要推给奶奶 你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 因为事实上一个孩子 也在等待你们的关怀 到这会儿还在互相推卸责任 你推给他 你推给奶奶 奶奶推给谁 孩子是谁的 家是谁的 达不成一致 幸福 从何谈起 放开你的大男子主义 你以为当全职的妈妈 就是这么舒服吗 开心吗 去逛逛街就开心吗 她也有自己的追求 孩子更希望是全面的爱 得到父亲母亲的爱 缺一不可 你不要打着在外的挣钱的这个口号 为了这个家 为了你们的爱情 为了孩子 是时候让自己 放掉一些自私的想法 多为对方想一想 多为孩子想一想 好吗 有很多家庭是这样 两个年轻人生孩子 不是为了自己生孩子 是为了爷爷奶奶生孩子 两个人结婚 不是为了自己要结婚 而是爷爷奶奶要结婚 这都是结给别人看 生给别人看 其实你现在所谓的要做自己 要誓言的都是谎言 你只是想要自由 不想过那种繁琐的日子 但是你现在已经为人妻 为人母 你就不可能逃避这种责任 所以不要言不由衷 一个男人 张口闭口 我是为了这个家 但你除了扔了两个钱在家里 你并没有留下什么在家里 那这个家还剩下什么呢 只剩下保姆和孩子 两个主人的心都不在家里 如果家是一个有生命的人 他一定会问 你们成家是为了什么 一个人 人在 心不在 因为想要自由 一个人表面上说心在 其实并没有花多少精神 在这个家里 那成家是为了什么 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 不是为了自己要成家 而才成家 是为了父母 婚姻父母一手操办 孩子父母也可以带 领了了 两人闲得没事干 就开始琢磨那些新鲜事 我不否认你对于家庭里面所做的功劳 但是其实你也害怕失去自由 不就是孩子拖累了你们吗 你们推来推去吗 那你们生孩子干什么 生孩子难道就是给保姆带的吗 保姆是来赚钱的 两个人成一个家 心却都不在家里 那歌词怎么唱来着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只有我失去温暖的时候 我才想起它 但是有些事情已经晚了 家已经成了 孩子也已经生下来了 由不得你们再做出 任何所谓自由的选择 生了你就必须得带 所以我拜托男生 放点心在这个家里 如果你在自己的工作之余 把大部分的心思放在家里 你也换换尿布 你也畏畏奶 不遗余力的去带带孩子 我相信这个女生 也不会有太多的对你的控诉 她其实现在想要出去工作 完完全全是要讨伐你 和厌倦琐碎的生活 因为她觉得一个人承担 我不服 凭什么 你以为她真的想找什么事业 她的那些只是个说辞 向你抱怨 但如果你能够身先士卒 做出一点榜样 都花点时间在家里 平复她的心情 让她的心情能够得到平衡的话 我觉得她多多少少 还有点内疚 她可能还会平静一下心来 两个人一起分担 爱在一切都在 家在也一切都在 如果双方都起手协力 去带带孩子 威威这个家 那么你们所有的心思 都会放在家和孩子身上 也就没有力气 或者没有所谓的心理的不平衡 去找各自的利益 其实你们都很自私 如果你们的孩子现在十岁 十几岁听得懂大人说话的话 他就会觉得我就是个拖累 如果没有我 你们就不会有一切矛盾 那么你们生我下来干什么 都当爹了 都当妈了 别那么不长心了 花点时间在家里吧 不要一天到晚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当了妈怎么样了 那么多拉妈 不照样抱着孩子参加各种工作吗 挣点钱怎么了 那么多能挣钱的男人 不一样挣完了钱之后 在家里照样拖地 照样换尿布 不要摆出个吊儿郎当的样子 好像自己赚了很多钱似的 成了家 就好好为这个家负责任 要么就别成家 别生孩子 没谁管你们 就这样 真的三位老师的点评 其实他们讲的这些事情 是我们两个不敢去触碰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都是这种性格 如果他真的能照顾家里 关系下我的感受 我开不开心这一天 我有没有空带我出去玩一下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会是事了 所以冷静下来是多好的一件事 人生还是真是需要梳理一下 想清楚 成年人 别着急 好吧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今天来到这里 听了几个老师的一些评价之后 确实实有好多我们 不敢去触碰的事情 我也希望这个事情得到我们两个来商量 来意义来解决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对我多些陪伴 多些关心 或许我有一些些做不好 但是我以后 我觉得我做得好 时间都会有的 回去吧 想清楚啊 来请关门 先生刚才其实说了 连续说了两遍 这个话意味深长 他说 今天触及到了很多 我们都不敢触及的问题 我不知道 他的妻子 是不是明白 他指的是什么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有人口口声声说的不敢触及的问题 其实不就那么几件吗 第一件 怕人家跑 跑不了 第二件 心思确实不在家里 赶紧把心收回来 面对一下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见证属于他们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今天来到这里 挡住好多 以后会 把上班的时间缩短 来陪你们 试试 试试 哎呀 亮灯吧 要保持一倍试来吧 好好保养自己吧 好好做妈妈 回吧 还有闺女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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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